指甲呈現哪個顏色 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1 白色 2 黃色 3 藍 紫色 請來 妳真的是 暗鈴高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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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血管疾病 它可能會是血管的顏色 紫色 紫色會不會門夾到 是 泛黃了 然後就是已經生病了 心血管 因為我想說心血管 我是以 因為我 我現在看不到我的 怎麼會有人白色指甲 真的還真的有 白色 那就是白色 不是指甲 有 那就是白色 白色 一般人哪會有白色指甲 洪哥你覺得 他竟然問你 你怎麼說我們跟他不同隊 你要想聽 我洪哥可以聊 沒有 如果說白色 他可能所謂白色是比較 比較慘白的白色 慘白 沒有血色 並不是全 並不是全白 並不是像你之下有那種白 對 全白 好難 我真的完了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 沒概念 對 那你們可以剪刀石頭布 好 那就是 白色跟黃色去選一個 但我會希望是藍紫色 三個牌子都拿起來好了 不行 藍紫色 因為白紅比較接近一點 藍紫色 藍紫色就比較跳色一點 不一樣的感覺 跳色 你看看個人喜好就對了 對 因為可能 因為我們比較會去發現 自己的指甲顏色 所以我覺得弄一個藍紫色 可能讓大家會比較 對這一題有印象 好的 他們決定是 為了讓大家覺得有創意 有印象 他們選擇三藍紫色 這個答案是否則卻 好強 術好強 好厲害 你還會瞎夢 醫生說